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是香港的佛旦假期 同时也是婆婆68岁的生日 今天我们的计划是去离岛的长洲 因为听说那边有庆祝活动 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两份礼物给婆婆 爸爸今天一大早就去拿第一份礼物了 妈妈起来了 今天好像有巧克力冬呢 出发去长洲岛了 爸爸比我们快呢 他说已经在中环码头等我们了 我们坐969过去 估计得一个半小时 在康乐广场下的车 路边都是出来happy的工人姐姐们 佛旦是香港的公众假期 所以姐姐们也是放假的 你喜欢我吃过但是其他那些 慢慢去呗 我们一个一个去呗 为什么那也没有港铁站 对呀他们没求过去吧 一下天桥就看到排队坐船的长楼 也还好排了半个小时左右吧 我们今天奢侈了一把 选择了豪华位 船票33块 不过我也不知道到底豪华在哪里 我们这个是普通船速度比较慢 得开一个小时才能到长洲 大家都羡慕的对象 终于到了就是一个渔民的村庄 在船上就看到各种雕示了 还有几个飘色 它两点半开始 现在应该是在做准备 我们下船了超级急啊 今天好多阿瑟在维持秩序 我们跟着人流往前走 大家都饿了 决定先去吃中饭 各个大排档都是人满为坏 价格应该跟平时是一样的 咕噜鸡球挺好的 酸酸甜甜的 这是羊粥炒饭和椒丝腐乳通菜 腐乳通菜我感觉我一个人都能吃一盘 这是椒盐鱿鱼须 这是蒸鲋鱼 他家的菜都带点甜味 最后是齿椒炒花甲 全部吃光 吃完我们找了一条巷子 穿过去看热闹 他两边都用绳子拉住了 中间是主道 前面这些应该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天后和神仙 妹妹捡到一颗糖 然后飘色来了 听说飘色这种活动 在明末清初就有了 飘直的是脱离地面 进展凌空之美 哥哥说这些小孩应该是坐着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过 四点半就结束了 看完我们就去买平安包 也得排队 哥哥想吃西瓜冰 结果好多店都卖完了 伯伯看到有人在吃 就问到了地方 买了几块回来 哦 哥哥开心了吧 我排了四十来分钟吧 这个包很软 要是换成肉馅应该超级好吃 晚上十一点这里还有抢包山的活动 这个柱子上面绑的全是包子 但是我们太远了就不看了 回去坐着高速船 二十分钟就到了中环 这时候都七点半了 回到家开始吃蛋糕了 谢谢大家 谢谢 anybody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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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